美国移民律师协会与国务院负责制定排期的官员最近会谈,提到 2021财年,职业移民获得了26万2千个名额,平常是14万 因此,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职业移民的绿卡排期 包括中国申请人的EB1、23类别,有了较快前进 2022财年,从今年10月开始,预计至少会有29万个名额给职业移民 这是美国国务院官员的原话,排期前进速度会比2021财年更快 因此,排期会继续快速前进 新财年开始,中国职业移民申请人可能可以使用表逼排期 中国的EB2和EB3申请人的等待时间会继续缩短 我们已经看到,加拿大职业移民不断降低分数,开始抢技术人才 美国移民也会出现这方面趋势 中国为了避免老龄化和增加劳动力,放开了生三胎 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有这样的指导政策 但是,移民一直是保持美国人口增长和相对年轻的重要因素 今后若干年,美国在移民政策方面应当会比较宽松 目前,EB1申请人没有排期,可以同时提交I140和I485 也可以在I140申请在审理或者被批准以后,提交I485 这种情况预计仍然会持续 当然,EB1申请要批准比较难 请参见我们律所的其他文章说明 相对来说,EB1要比EB1容易批准,需要有雇主支持 对于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比如商业人士 可以考虑办理EB1C,比办理EB5投资移民省钱省市而且快捷 EB2排期 目前,2021年6月,EB2的表B排期到2018年1月1号 表A排期到2017年5月1号 预计到今年晚些时候,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以后 可以使用表B,表B排期会前进到2018年下半年 也就是三年左右时间的排期 NIW,国家利益豁免绿卡 属于EB2类别 目前,NIW相对还比较容易批准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增多州少,水涨船高的问题 看到NIW的批准难度在增加 套用移民局的说法 不是任何人,有一个博士或者硕士学位 有几篇论文和一些引用或者其他方面的成果 就能够获得批准 每年有很多万人在美国 中国和其他国家取得博士学位 硕士就更多了 为了避免激烈的内卷 申请人需要早做安排 EB3排期 目前,2021年6月 EB3的表B排期到2019年1月1号 表A排期到2018年9月1号 预计到今年晚些时候 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以后 可以使用表B 表B排期会前进到2019年下半年 也就是两年左右时间的排期 目前美国的工作市场有所复苏 但是支持普尔尼卡的雇主可能比以前要少 要批准也会比以前更难 从这个角度 考虑到EB3排期时间不长 早开始申请会处在有利位置 排期到了以后 如果在美国境内 可以提交I-485申请 如果人在美国境外 而且不能用签证进入美国 可以通过领事处理办移民签证 我们目前通过网络工作 为客户准备和提交移民和签证申请 解决问题 并提供咨询和讨论 当前客户和潜在客户 可以主要通过Email联系我们 我们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 帮助了几千位客户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请参见我们微信公众号的 众多文章和视频音频内容 以及我们YouTube频道的 300多个视频 了解移民和签证方面的 各种详细信息